这逛超市买东西 最怕的就是人多的时候 特别是排队结账 因此为了提高结账速度 很多超市都推出了一个系统 叫做自助结账系统 在商品上都有条形码 因此要带着商品去扫一下码 然后在电子支付就可以了 全程都是自助去结账的 的确速度快了很多 可是又有超市反应 自从自助结账之后 就有了跑单的现象 自助结账刚推出的时候 很多进超市就为买瓶水 或者应急买包盐 买包纸的顾客 觉得这太方便了 后来越来越多的超市便利店 都引进了这种系统 以前结账 你到收银台 从购物车里往款台上放东西的时候 收银员最后都会看一眼你的购物车 确认一下 你是不是把东西都拿出来结账了 可在自助结账区就不一样 感觉结不结账 好像是全靠自决 本周 记者走访了几家引进自助结账系统的大型超市 准备体验一下他们的自助结账系统的跑单 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记者首先来到的一家大型连锁超市 这个超市的自助结账区 几乎每台机器旁边都会有一个工作人员 这些工作人员 一方面帮助那些对自助结账系统不熟悉的顾客 同时他们也会在这默默观察顾客是否把货款全部结清 记者结完账拿着小票准备离开超市 当记者走到自助结账区出口的时候 还碰到了一个检查小票的工作人员 结果这个工作人员就是简单看了一下 但是还是会给顾客造成一个心理压力 就是你结没结账还是会有人关注的 第二家记者去了一家主营进口产品的超市 在这家超市的自助结账区并没有看到工作人员 但是当记者正在结账的时候 一名工作人员来到了记者身边 查看了购物小票 能扫扫吗 万一说有人扫扫 没有 当记者走出结账区时 没有工作人员跟记者核对 购买的物品是否与小票上的一致 记者来到的第三家超市是一家高端超市 这家超市自助结账区并没有工作人员 直到记者结完账也没有工作人员出现 出口也没人核对小票 记者体验完这三家超市的自助结账系统以后 发现一旦遇到结账的人比较多 忙不过来的时候 就极有可能出现逃单和漏洁的现象 这是2020年12月5日下午1点左右 某大型超市拍下的监控画面 大家注意画面当中的顾客 他开始是正常结账 但是碰到他买了多件重复商品时 他就不会全部扫码 而是选择当中一部分扫码 剩下的直接放进塑料袋里 你看这是他少结的酸奶 最后这盒草莓 他没结账直接把他放进了购物袋里 咱们国家的刑法有规定 盗窃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 或者多次盗窃的构成盗窃罪 通常会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单处罚金 到底盗窃金额多大 才算是数额较大呢 按照相关的司法解释 盗窃公司财务价值1000元至3000元以上的 应该认定为数额较大 那究竟几次算是多次呢 两年内盗窃三次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 前段时间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 就办理了这么一起案件 办案人员觉得挺可惜 犯罪嫌疑人刚二十出头 特别年轻 就是因为发现了一家便利店 自主结账系统的漏洞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反复18次恶意逃单 最终被判处9个月有期徒刑 刘某他每一次来这个便利店 基本都是每天的夜里 大概是十点以后 而在这个时间段 店员们一般都是比较忙的时候 在上第二天的上货 还在准备第二天的早餐 刘某他就经常在这个时间段 去购买大量的商品 人一般在晚上十点钟以后容易犯困 注意力不集中便于作案 同时他选择这家店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他就察觉到了 这个自主结账机 其实是有一个小漏洞的 有的地方是有语音播报的 但是有些操作是没有语音播报的 扫完码以后呢 他就把每一件商品都全部删除了 在没有语音播报的这种情况下 那店员是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 利用自主结账系统 删除物品没有语音播报的功能 刘某玩了一招 偷连换注 然后他就发现 那我不论我购买多少样商品 我最后删除以后 我都用基本上同等数量塑料袋 能够代替它 然后最后语音播报也会说 我购买的是多少样商品 而不是我购买了多少个塑料袋 现在我购买了这两件商品 然后我现在就一一地扫码 屏幕上是出现两件商品 现在这个删除这两件商品 立刻添加两个塑料袋 您一共购买两件商品 欢迎下次光明 这样的话 这个店员一听到 我是成功购买的是两件商品 而不是提示具体名称 这样我就很容易地 把这两样东西就带走了 最后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的建议下 这家超市升级了自己的自助结账系统 增加了删除时语音播报的功能 从而能够提醒工作人员 我们要知道 我们在用自助结账机 结账的同时 虽然方便了自己 但是也绝对不要抱有这种侥幸心理 像刘某一样 能认为我把这些东西拿走了 就不会有人发现 其实不会的 超市都会根据你的结账的这些信息 最后会找到你 甭管科技多发达多先进 它实际上考验的 还是我们人的品质和道德底线 以前没这种设备的时候 很多小店 像卖报纸的卖水果的 就把东西放在框子里面 不要清楚单价 没人看没人管 一天结录以后 一算账 一分不少 全凭自觉 现在咱们这个自助结账机 凭的还是自觉 虽说科技是更新换代了 但是人的道德水准不能变 甭管是买的还是卖的 咱们都得同走无期呀